一邊一口 邊喊口號邊拿起手機錄影 不少人高舉台灣獨立 光復香港的旗幟 二號晚間台北Lexy專場外投 直接變成社運現場 一群年輕人圍著黑色轎車 表達不滿情緒 車子裡頭的是 剛剛結束專場演出的 中國廣西搖滾樂團回春丹 會讓這麼多人生氣的原因 就是因為原本回春丹 預計二號演出後 四號到六號 要接著參加屏東縣府 主辦的台灣季音樂節 但在來台之前 卻因為這篇貼文 引爆網友怒火 IG寫下 從廣西到中國台灣 明天台北開如見 文中中國台灣四個字 引起網友不滿 雖然後來緊急刪文 主辦單位仍然宣布取消演出 為了維持我們台灣季 一向的一個信念 那我們決定取消 回春丹今年的演出 沙亞高亢嗓音 以這首鮮花 讓許多人留下深刻印象 在台灣也收穫一票粉絲 這次回春丹發文惹出爭議 歌迷這樣看 中國樂團一襲 中國台灣發言 讓部分台灣人 聽了不是滋味 台灣季官方也強調 取消演出是希望 除了音樂至少還有信念 無法撼動 三新聞蔡宇智下邦明台北採訪報導